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保罗是只身一人出发 跟第二次旅行一样 保罗从陆路经自己的故乡大树城 越过基利加峡的 先后穿越了加拉泰地区和弗里加地区 并在这些地区居住数月 向那里的外邦人传道 之后 保罗就直奔以伏索城而来 一到以伏索 保罗就直接找到了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 时隔数月 三人相见 都非常欢恰 亚居拉高兴地拉着保罗的手 保罗弟兄 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回来 真是太好了 你一路风尘劳顿 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保罗找了个地方 坐了下来 微笑着说 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的最好休息 就是不停地围住工作 我上一次离开以伏索时 比较匆忙 这几个月来 你们的工作开展 有什么新情况吗 亚居拉和百基拉的 我们按照你上次临走前的吩咐 逐步地在以伏索城开展工作 虽然目前信徒的人数不多 但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教会的建设已成雏形 另外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以伏索来了一位弟兄 名叫亚伯罗 这位弟兄心中火热 非常有热情 而且特有口才 特有才华 对圣经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对主耶稣也有一定的认识 也在这里宣讲神的福音 还发展了一些信徒 为他们施洗 只是刚开始时 他对福音真理的理解 有些偏差 保罗听了 觉得很有兴趣 哦 那么这位亚伯罗弟兄 有什么不同见解呢 亚居拉和百基拉的 倒不是有什么不同见解 亚伯罗弟兄出来乍道时 他只晓得有施洗约翰的洗礼 而不知有使徒们 以主的圣明所施行的 圣灵的洗礼 这也难怪 亚伯罗弟兄来自 埃及地区的亚历山大城 那里的基督信仰 可能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而存在着天差 不过 我们俩后来请亚伯罗弟兄来 多次与他促膝交谈 把正确的信仰向他解释 亚伯罗弟兄 最后完全同意和接收我们的意见 与我们可算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了 保罗听罢 非常欣慰 那么亚伯罗弟兄现在何处 我倒是想见见的 亚居拉和百基拉的 在你回来之前 亚伯罗决定去哥林多 所以我们写了推荐信 给哥林多教会接待他 现在他应该 一道哥林多了 保罗道 好 以后总会有见面的日子 你们刚才说亚伯罗在这里 也发展了一些信徒 还为他们实习了 这样 你们请那些信徒过来 亚居拉和百基拉有些疑惑 保罗弟兄 你叫他们来 是有什么用意吗 保罗点头道 亚伯罗出来之时 对福音真理理解的 不是很全面 他只是为这些信徒 试了约翰的洗礼 但是约翰的洗礼 是为那些悔改了的人 而施行的 他告诉以色列人民 要相信 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 就是耶稣 所以 我要奉主耶稣的名为 他们施圣灵之洗礼 而且要把福音准确地 再向他们做介绍 做主耶稣的信徒 就得做得明明白白 不能糊里糊涂 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只能算是宗教教徒 不是主耶稣的真信徒 亚绩拉和百基拉 这才明白了保罗的用意 他们将那些亚伯罗发展的信徒 召来 共有十二人 全由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于是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从此都成了完备的基督徒 接下来 保罗继续在以弗所传道解惑 以耶稣的名为民众制定驱魔 工作卓有成效 福音在以弗所城及其周边地区 迅速地传播开来 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信了基督 与此同时 保罗又听到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 说是犹大地区这几年粮食欠收 耶路撒冷教会中很多弟兄的家庭都生活贫困 甚至吃了上顿 没下顿 保罗知道以后 心急如焚 急忙送信给安提阿教会 请提多来以赴所见的 看官们还能想起这位提多吗 他就是当年跟随保罗和巴拿巴 参加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位年轻人 在保罗的悉心栽培之下 提多现在已是一位 堪受大任的教会领袖 提多一到以弗所 保罗就差派他领了一些人 去外邦各教会 组织这些教会施行捐赠 以此筹集资金支援耶路撒冷教会 提多二话不说 受命而去 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月中 提多在哥林多 菲利比等众多外邦教会中 穿梭往来 筹集捐赠 在筹捐的同时 提多又将各地教会的情况 或修书或烧口信 频繁地向身在以赴所的保罗汇报 保罗虽坐镇以赴所 却得以至其他教会之事 公元54年初下 保罗打算暂时结束以赴所的工作 离开此地去探访其他地区 另外外邦各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所捐赠款项都已备齐 保罗决定去收集捐款 然后再亲自把捐款带回耶路撒冷 于是保罗托人捎了信给当时身在哥林多的提多 让提多去马其顿省的特罗亚城会面 没有料到就在保罗决定离开以赴所的前夕 城内突然发生了一起针对基督徒的严重骚乱事件 原来以赴所城的居民大多是多元多神论信徒 他们遵奉希腊诸神 尤其崇拜其中的一位女神亚迪米 亚迪米女神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据希腊神话传说 亚迪米是主神宙斯的女儿 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妹妹 专司月亮和狩猎 后来以赴所人充分发挥想象力 继承和发展了关于亚迪米女神的神话 将她奉为私生育的楚女神 其尊容就是长有许多乳房 约公元前六百七十年的某一天 忽然有一块陨石从天而降 这块陨石也太奇怪了 整个嘟嘟囊囊的视觉效果 活向许多女人的乳房重叠在一起 以赴所人一下子都沸腾了 认为这是亚迪米女神显灵 从天上降下神石保佑全城 于是 人民积极集资 政府大笔拨款 在以赴所城中为亚迪米 修建了雄伟壮丽的神庙 还把那块神石作为圣物供奉在庙中 神庙的修建前前后后 花费了一百二十年 到公元前五百五十年才算完工 随后 以赴所的亚迪米女神庙 一下子成了该城的地标建筑 可是到了公元前三百五十六年 女神庙被一个年轻人纵火烧毁 但是 人世间似乎有一种死人效应 就是如果某位画家死了 其画作的标价却会更高 如同死人效应一样 女神庙毁了 其名声却更大 到了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古希腊哲学家费罗推波助澜 将该神庙评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这下神庙名声更响 几乎欲满全球 以赴所人于是又制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 将此庙重建起来了 神庙重建后 起来烧香拜女神的人一直摩肩接踵 川流不息 以赴所人那个骄傲啊 从此更是对亚迪米女神崇拜辈制 到了公元第一世纪 保罗在以赴所的那个时代 以赴所人家家户户 都有亚迪米女神庙的银塑像 男女老少都佩戴亚迪米女神庙的银挂式 无形之中就带来了一种产业上的兴旺 什么产业呢 就是制造研制的亚迪米女神庙模型产业 从事该产业的匠人 借此打发力士 以赴所城市政府也能抽取不少税收 官方民间都受其力 这个特殊的产业 俨然成了关乎城内国际民生的支柱产业 另外 从业将人还组成了行业协会 保护行业的生存与发展 可是这几年来 该产业的销售利润逐年下降 市场疲软 无论行业协会下了多少功夫 在各大媒体上猛做广告 也无论政府给了多少振兴产业的优惠政策 市场依然没有回南迹象 行业协会最后做了一个市场调查 这才发现产品的需求远远小于供给 进一步的调查又发现 需求不忘的很大原因乃是越来越多的市民 受到城内基督徒的影响 越来越倾向于不再拜偶像了 既然不拜偶像 那么亚迪米女神庙的模型 这种偶像自然也少人问津了 原来是基督徒动了咱的奶酪 这下可惹恼了行业协会的同行们 他们决定找城内的基督徒算账 行业协会中有一个叫 迪米特的银匠 他的银偶像生意江河日下 心中极为愤慨 此人颇具号召力和煽动力 他召集了所有的同业工匠 在城内广场举行了一次 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机会 在会上迪米特慷慨陈词 各位同意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咱们呢全都是靠庙吃庙 全仗着女神庙保佑着 做个神像庙宿什么的来混口饭吃 从前咱们的生意可是蛮红火的 小日子过得也很滋润 利润高 那水多 为咱们的城市发展建设 出了不少钱 在众多产业中可算是一支独秀啊 本城百姓都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从外地来拜女神的旅游者 也都来买我们的产品做纪念品 现在可惨了 店铺开着 半天也接不到一宗生意 就是跳楼大甩麦 也先有顾客光临 众同业者都感同身受 大声呼应 是啊 是啊 狄米特说的没错 这年头生意的确太难做了 狄米特咬了一口吐沫 继续发挥 各位猜猜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简单 就是城里的那些基督徒搞的乱子 他们的头子叫保罗 此人总是对城内城外的百姓说什么 人手所造的神都不是神 这话已经散布得很广了 不仅是咱们一辅索 就连整个亚西亚省内都有许多人相信了保罗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来维护合法权益 恐怕不用多久 咱们的产业必成西洋产业 大家就都等着关门大吉了 众同业者都情绪激动起来 不由对保罗和基督徒们恨得牙根痒痒 前来围观的群众也越聚越多 迪米特接着声泪俱下地继续煽情 其实我们丢了生意是小事 更重要的是 连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视 女神的尊荣和面子往哪里割呀 他老人家管着各家各户的生男育女和人丁兴旺 女神如果真的发怒怪罪下来 别说不再保佑本城 说不定让本城百姓都断子绝孙也有可能吧 这句话 不光同业工匠大发狂怒 就是围观群众也被挑逗起来 很多人就开始高呼口号 以弗所人伟大的亚迪米女神万岁 誓死保卫女神庙 打倒保罗 打倒基督徒 其荒诞可怖的情景 整个就像是一次 以伏所版的文化大革命 示威演变成骚动 迅速蔓延至全城 有暴民借机打砸抢 不明真相的工匠们和同情工匠的群众 都在四处寻找保罗和基督徒 想捉住他们一切私分 找来找去 他们找不到保罗的行踪 但是终于抓住了两个与保罗一起工作的信徒 该有和亚历达古 这两人都是来自马其顿省 该有是特弊城人士 亚历达古是铁萨罗尼加城人士 他们都是应保罗之腰来以扶索协助工作的 因是外地人 很容易被人辨认住 于是被激怒的工匠们逮住 推往城中的露天剧场 罗马时代 有规模的城邦都大搞文化设施建设 他们效仿希腊帝国时代的城市建设 一般都建有露天剧场 供市民赏剧关系 都是角力 同时市民集会也往往再次举行 后世考古学家们所发掘出来的 以扶索露天剧场 其规模之大 估计足可容赖两万五千人 比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观众容量可多了去了 迪米特等人把盖油和亚里打鼓 推到露天剧场 目的是要制造声势 说服市政府对付城内的基督徒 驱赶以保罗为首的宣道者 保罗闻听盖油和亚里打鼓 被暴民抓往露天剧场 心急如焚 立刻想带着几个门徒赶往剧场 想营救两人 这时亚西亚省的几位上层人士给保罗烧信 劝他鉴于目前的混乱情况 不要贸然出面 可见保罗当时交往广泛 连在省内市内的上层人士圈子都有朋友 这些朋友也都为保罗的性命安全担忧 但是保罗哪是退让畏缩之人 同时在敌人手中 哪里有见为不救的道理 保罗不听劝阻 带着人来到剧场 并做了乔伴混在人群中 见暴民羞辱两人 保罗就想冲上前去与他们平里 门徒们保护着保罗 紧紧地拉住他 不让他险山露水 见保罗仍然是着想出面解释 他们硬是驾着保罗离开现场 这时聚集的人纷纷乱乱 群情鼎沸 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那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而跟着瞎起哄 除了羞辱该由和亚里打鼓之外 也连带嘲骂前来看情况的犹太人 还有人大呼哑 迪米女神万岁等宗教口号 现场混乱长达两个多小时 最后 以福所成的执政官大人 终于姗姗来迟 出面接见迪米特等工匠代表和市民代表 然后执政官在剧场向群众发表讲话 以福所的公民们 我是本城的执政官 请大家容许我讲几句话 这个 我们以福所向来就是文化之城 神明之邦 世人都知道 本城人民和市政府 化了大力气来守护亚迪米女神大庙 和那块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石 神庙和神石 都是咱们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我们只有营造一个良好稳定的内外环境 才能吸引各国各邦的朝圣者和观光者来本城 这样才能促进本城的经济繁荣呢 像你们这样 兴师动众 不经批准私自上街游行集会 是不是想把本城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 和谐发展的形象破坏掉呢 执政官顿了一下 环顾了一下剧场 还算不错 这几句话让民众们稍稍安定下来了 他继续说 这个 你们抓的这两人 他们并没有盗取庙中的东西 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 你们就擅自将他们捉来 不符合法律程序啊 以福所可是个法治城市 一切都要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依法办事 依法制成 如果迪米特和他的同业 要控告这些基督徒 自有规定的开庭日子 和听诉讼的法官来依法秉公处理 如果有其他的事 也可以在合法的会议中解决 这个 像今天的暴动 当事人难免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也不符合全城人民的长远利益 和最高福祉嘛 所以如果大家还相信市政府的话 还是请各位公民散了吧 继续回去过你们安稳的日子 由本政府来处理关于基督徒的事情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 市政府今后必定会继续处理好各种利益冲突和宗教冲突 至于银匠们的生意 政府也会更加关心 继续加大力度振兴产业 促使银项制造业早日走出地骨 执政官说完了这些话 群众感觉他说得在理 就勉强把该油和亚历打鼓放了 然后人群慢慢散了 该油和亚历打鼓又回到保罗那里 保罗见两人安然回来 大为安慰主耶稣时时在天上看过我们 时时与我们同在 我原来还想跟众弟兄筹划如何营救你们 但是神亦不可测 他早有安排 居然不用我们废一兵一族 甚至不用我们废一言一词 事情已然全部解决 这次骚乱虽然是异教徒发起的对教会的进攻 但是神又解了另一个异教徒 无意中帮我们化解了这次进攻 可见 神的手掌控一切 赞美神 一场骚乱算是平息下去 大家都松了口气 保罗心中也了却了一件担忧 不想到了大约公元五四年七月 另一件担忧又在保罗心中被激起 远在哥林多城的提多带信向保罗汇报 说是当他在哥林多地区四处奔走 筹集款项之时 发现那里的教会内部出现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诸如党派纷争 相互诉讼 滥用公务 甚至信徒中发生淫乱事件 哥林多城本身就是一个丑生远播 奢华淫逸的希腊化的城市 本是东西方罪恶的冤所 那里的教会生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而不能不染不腰 以至于乱象 风险 问题多多 保罗心中既着急又气愤 心中不是个滋味 甚至于多多流泪 保罗立即修书一封托人带给提多 再请提多作为自己的代表 将该信交给哥林多教会的领袖 在信中 保罗措次严厉地敦促哥林多教会的人检点自己的行为 解决内部的问题 劝诫他们不可再跟淫乱的人来往 还吩咐当地的基督徒 把他们当中一个犯了淫乱罪 却不肯悔改的男子逐出教会 同时 保罗又让提多在送达此信之后去马其顿省的特罗亚城 也为保罗将在不久之后离开以弗所去特罗亚 这样提多到特罗亚与保罗见面 也正好将哥林多教会接信后的反应向他汇报 又过了些日子 保罗请亚居拉和百吉拉召集了以弗所成内的信徒 一是鼓励他们 二是向他们告别 保罗情真意切地对大家说 我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多 借靠主耶稣的祝福和力量 这里的教会都建立起来了 现在主耶稣指引我再去马其顿 要去探访那里的几个教会 那里的教会也为耶路撒冷教会贫困的弟兄们筹集好了捐款 我去了也正好顺道把捐款带回耶路撒冷 我走了以后 不管我今后能不能回来 我都会时常为大家向神祈祷 求神继续祝福这里的教会 勿请大家要继续努力 不要为士族之物和异交之物迷了眼睛 要牢牢记住 只有一个圣灵 一个希望 一个信仰 也只有一位神 就是众人的父 他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大家要谦卑 恒忍 赋予爱心 且要留在团结的和平联系之中 要穿上新的品格 就是按照神的旨意 在真正的公义和忠贞里创造的品格 面对敌人的挑战和威胁 大家不要怕 在神的眼中 一切敌基督者都是直老虎 大家要勇敢地为主征战 拿起信心的盾牌 拿着圣灵的宝剑 只有主耶稣 才是我们可以全心依靠的 大家都认真诚心地 听从了保罗的嘱咐 之后 依不舍的信徒们为保罗送行 大家目送着他 又踏上了下一个征程 却说保罗离开了亚西亚省的一幅所 北上来到马其顿省 他边走边传道 终于来到了特罗亚城 保罗在特罗亚城居住了一段时间 等待提多从哥林多来 但是 左等右等 提多就是没有露面 此时 已是十一月中旬 保罗盘旋着 爱秦海冬季停航的日子非常临近了 如果提多不及时坐海船而来 那么很可能只能从陆路绕道而来 于是 保罗就沿陆路大道出发 希望在途中遇到提多 保罗果然猜得没错 提多错过了海船的日期 只好沿陆路而来 在陆路大道行走了几日 保罗已是非常疲惫 这一天 他正在路上休息 忽然见前面形色匆匆走来一人 保罗还没有看仔细 那人却大声地向他叫喊 老师 老师 我是提多 你怎么会在这里 保罗在仔细观桥 不禁大喜过望 果然是提多 你这小子把我等得好苦啊 我就知道你来不及坐船 而走了陆路 提多这时已经走到跟前 两人不由紧紧地拥抱 然后又相扶坐下 提多道 老师 你一向可好 听说以赴索发生了骚乱 你在那里没事吧 保罗道 我没事 有主保护着呢 你不用太多寒暄 赶快将哥林多的情况告诉我 你作为我的代表去哥林多之后 我一直担心他们接到我的信之后会如何对待你 提多道 我出到那里时 就把你的信交给亚伯罗等教会领袖 他们看了你的信 都畏惧颤抖地接待我 保罗问 这位亚伯罗就是亚居拉夫妇推荐去哥林多教会的那位弟兄们 提多回答 正是 我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老师你在信中对他们教会的严厉劝告 完全是出于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不至于在走天路的大道上 施脚跌倒 感谢主 他们其实都非常顺服神的管教 并且勇于改过自信 完全接受老师你在信中的意见和建议 教会进行了拨乱反正式的整顿清理 如今哥林多教会虽然仍有一些问题 但是基本上面貌一新 他们托我转告你 说是等着你再去哥林多进行访问和指导 听吧这番话 悬在保罗心中数月的担忧终于得了释放 提多 这正是我要听的特大的好消息 哥林多教会所表现的良好态度 真的让我深感欣慰啊 既然哥林多欢迎我保罗回去 那么我们还是分头行动 你继续完成筹款的任务 我去哥林多 提多拉着保罗的手 有些恋恋不舍 老师 我们只是短短见面又要分手 你要多多保重啊 保罗拍了拍提多的肩膀 传到生涯常分手 一样分别两样情 为主工作就像打仗 可以有很多战场 我们有很多同工 都是多年不见 甚至一生都没有见面的机会 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战线上的战友 都是为主耶稣而战 你自己也多多保重 到时候我会再托人烧信给你 告诉你大家在何处会面 两人说罢 一一而别 但说保罗之身穿越马西顿省 途中经过菲利比城 最后大约于公元55年初 保罗抵达亚盖亚省的哥林多 这是保罗第二次来到哥林多 哥林多教会听说保罗来了 教会领袖们在亚伯罗的带领下都出来热忱地欢迎他 保罗与亚伯罗两人终于相见 他对亚伯罗的才华非常赏识 亚伯罗也对保罗表示出非常的敬仰 并对保罗在书信中 给哥林多教会在真理上的引导表示由衷的感激 两人都为哥林多教会的新局面而感到欢欣鼓舞 时间已是隆动 出门旅行已经大为不方便 保罗于是决定暂时留居哥林多修整 等候来年开春 当然保罗是不会闲着的 有人说的好 保罗是神的葡萄园中辛勤工作的园丁 这话没错 自从保罗归信基督后 他一直就在神的葡萄园 无怨无悔的播种 灌溉 施肥 处杂 无微不至的关心教会的建设和发展 为此 保罗的生涯就一直只有三件事 旅行传道 赚注书信 逃亡坐牢 事实上 保罗在一生中写下许多书信 其中有至少十三封书信被后世保存下来 后世称之为保罗书信 他们全部收录于新约圣经之中 新约圣经共二十七卷 仅保罗书信就占了近一半 可见保罗书信在正统基督信仰中的分量 在这次滞留哥林多期间 保罗在当地教会的安排下 住在靠近尖阁离港口的一位信徒家中 在那里 保罗花了三个月时间 手持余管 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卷书信 罗马书 这是一封至当时罗马基督教会的书信 书中概括和总结了保罗一整套的极其丰富的神学思想 几乎涉及到基督信仰的方方面面 重点阐述了音信称义的原则 还有神论 人论 基督论 救恩论 圣灵论 预定论 末世论 等等 这本书成为后世基督徒必须认真阅读 必须深刻领会的书 写完了罗马书之后 春天又来临 保罗计划汇集所有外邦教会所筹的捐款 然后带着捐款乘船回中东叙利亚 但是忽然有人传信给保罗 说是有人正在策划杀害他的阴谋 他们想在海上要了保罗的性命 保罗原来的计划是带着捐款做海船直达叙利亚 然后可以在逾越节前赶到耶路撒冷 一来可以去圣殿朝拜 二来可以早些将捐款分发给教会中贫困的弟兄 三来将自己这次海外传到经过和成果 向耶路撒冷教会汇报 按犹太人的古传统 逾越节后再过七个星期是五旬节 所以从逾越节至五旬节这个时段 所有犹太男丁每年都要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进香 到了保罗那个时代 虽然这个传统并非执行的像以前那么严格 但是基本上如果有可能 犹太男丁们包括那些许多分散在罗马帝国各省份的犹太移民 也会尽量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学习 在这个时段赶往盛程 犹太教极端分子早就是保罗所传之信仰为大逆不道 是保罗本人为不共戴天的危险的敌人 正想找机会除保罗而后快 所以当他们得知保罗有可能携巨款坐海船回圣城的消息 都蠢蠢欲动起来 准备在海船上杀人劫财 他们盘算着保罗必是从哥林多出发 坐海船向东南方直航 而坐海船回圣城的犹太人非常多 杀手很容易在人群中藏身 在宣杂混乱的海船上动手确实是个好计划 但是他们不知道 作为耶稣派出的使徒 保罗自有神在保护着 保罗很快就得知了犹太极端分子们的阴谋 经过冷静的思考 保罗决定改变旅行线路 放弃登船 改变方向 从陆路向相反的西北方向 回到特罗亚城 再请提多通知外邦各教会的代表 带着各自的捐款 在特罗亚与保罗相会 然后到那里再相机行事 选择从不同路线返回圣城 这样其实是放弃了捷径 没有机会在圣城过一月节了 但是避开了仇杀 保住了捐款 实为上策 何况仍然有机会在五旬节前赶到圣城 约公元55年5月 保罗辞别戈林多 按照三个多月前来时的原路折返 去到马其顿省的腓利比城 这时候 多年未曾谋面的陆家 在腓利比城与保罗会合 一周之后 两人在腓利比港口坐船 经过一番逆风苦航 终于在五天之后抵达特罗亚城 特罗亚城中 提摩太籍来自个外邦教会的六名代表 已经得到提多的通知而先气到达 大家见到保罗和陆家安全抵达 都极为高兴 提摩太更是喜出望外 他与保罗紧紧拥抱 老师 我们多年不见 你还好吗 正是想死弟子了 保罗也激动地问提摩太 你这小子 我也一直很挂念你呢 看你这样子 这些年已经磨练成为成熟的教会领袖了 师徒两人都不由开怀大笑 接着 保罗又与众人相互一一介绍 众人聚集一起 又说又笑 甚是欢恰 除了保罗 路加 和提摩太以外 这六代表都来自比里亚 铁撒罗尼加 特弊和以弗所等地方的教会 其中我们暂且记住三个名字 一个是推积虎 他后来担任保罗的长期助手 另一个是特罗非摩 他来自以弗所 后来在耶路撒冷与保罗一同被犹太极端分子所抓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铁撒罗尼加城的亚历达古 前面讲过 他在以弗所动乱时 曾被当地人捉到城中的露天剧场进行羞辱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 他后来在保罗被捕之后 陪伴着保罗坐船去罗马上宿 再说保罗等九人齐聚特罗亚时 已是逾越节的日子 在这里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当晚 他们就在当地的教会 与众人一起举行剥饼聚会来纪念主耶稣 然后保罗就在房屋的三楼上给大家讲道 由于第二天 保罗等人就要起行 所以保罗就想把更多的话讲完 这样不知不觉中 时间过得飞快 讲到已至半夜 虽然时间长 但是大家都被保罗的讲道深深吸引 甚至连一些少年人都来听到 没有人半途离开 虽然还是春天 但是特罗亚地区位于地中海边 其气候变化无常 可能是当时吸风带与附热带 高气压带交替控制 整个地区已是相当闷热 再加上聚会的房屋通风不好 油灯散发出的气味更是令人昏昏雨睡 这是有一个少年人坐在窗边听保罗讲道 听着听着他就困急了 呼呼大睡起来 结果睡梦之中无法控制而从窗边跌下楼去 从这十米多的楼上摔下去 哪还了得 众人闻听不幸 都关切地下楼来查看究竟 有人叹了他那少年人的鼻息 告诉众人说他已经弃绝而亡 众人正在为之惋惜 保罗也急忙下楼来探视 他将那少年人抱起来 看了一看 然后平静地对大家说 你们不要发慌 他身体虽然已死 但是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不要紧 你们暂且将他好好地放躺在楼下凉爽的屋内 明日天亮 他必醒来 于是保罗带着大家上了三楼继续讲道 直到天一蒙蒙亮 这才散会 众人下了楼来 惊喜地看到 那位在梦中坠楼的少年人已经苏醒 而且行走自如了 再说保罗等一行九人 稍稍休息了几个小时 吃了点东西 就不顾一夜无眠所带来的困倦 启程离开了特罗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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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